郑委员好 那请教一下主委 现在到底设置的状况如何 现在各事业单位 到底有没有真的依法去设置这个准备金的专户 现在的情形怎么样 根本报告 目前提存事业单位的加速有 15万多 15万多加 那提存率基本上 预估起来大概一半以上 一半以上 但是还是 一半多一点 对一半以上 对一半多一点 那现在剩下的这些将近一半的 还没有设的状况呢 要怎么处理 各位报告 我们现在目前都是用 劳动检查查核的方式 那么请他来做处理 那如果说 那相关的 就说你们现在一定是先辅导嘛 好 那辅导一定的程度之后 他还是不设立的话 那相关的罚者是什么 那个罚者的部分是 新台币2万元到15万元 就罚到他设置为止 2万到15万 对2万到15万元 那现在大多数的 现在大多数不成立的原因是什么 他们是 是不熟悉这个制度呢 还是说他故意的忽略 报告委员 我们现在的那个开户数 以前是6万户 现在已经增加到15万户 那么现在 是在多久的时间 大概在五年的时间内 已经成长到15万户 那么现在 那成长速度很慢呢 因为是这样 因为这个救治的部分 他如果他的年资没有继续的话 他事实上他就没有适用救治 所以这个部分要清查 员工会进出 我们现在如果有查到 他应该开户没有开户 是马上处罚 那目前就是用清查的方式 所以我们大致上都已经清查过 只是有一些他可能 人员有异动 我们最后还会再有 有一波 再继续做一个查核 那只要查到 我们就会处罚 所以基本上从 94年这个条例通过了之后 到现在为止 大概只有过半数一点点的 应该是这样说 那个94年是新制 那在当时的救治 开户数比较少 只有6万户 但是经过我们这几年的努力 已经到15万户 那其他并不表示 他应该开户 因为也许他没有救治的劳工 只是我们要必须去做一个确认 那目前大概 县市政府都已经确认过了 只是比较慎重其见 有些很小的 10人以下的 我们还要继续再做一个确认 那就现在 有设专户的相关的 这个劳工里头 那他们的有 有 11万的劳工 根据你们劳保局所查核的资料里头 有发现说 他有被高薪低报 平均低报了将近3900元 那对于这个高薪低报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么现在劳委会 要怎么样去处理呢 我们除了会罚雇主之外呢 像譬如说 劳退的部分 劳退薪制部分 我们就要求他补踢脚 就是补踢脚也已经都缴除了 我们就分配到 个别的劳工账户里面去 他基本上其实就是要逃避他 他缴的保费嘛 那他现在高薪低报的情形就变成就说 其实省钱的也不只是雇主啦 劳工也可以 缴的比较低嘛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但是问题是他后面给付的时候就会损失了嘛 对不对 所以就你们所了解这样子的情形 是在劳工知情的情况底下 还是不知情的情况底下 因为劳工应该会晓得他也要缴钱啊 我们就我们的了解应该是 大部分是不是不知情的 对自己的权益不是那么的了解 其实他们搞不清楚对不对 如果现在现在劳工的意识高涨以后 他们知情都会跟我们反映 我们就会去清查 会处罚雇主 然后会把他的适当的薪水的水位 我们会调整到 嗯哼 那所以换句话说 心智实施了之后 基本上还是有一些很多的劳工 搞不清楚他自己本身的权益 那有一些雇主就在这中间 就偷鸡摸狗嘛 就 偷工减料 就是就是灌水就对了啦 他就扫缴了很多的这个保费 所以就这个部分来讲 你们要应该就是除了清查之外 应该加强对于劳工的宣导 等等的 现在你们有没有什么比较积极的做法啦 呃 跟我们报告 其实以前我们很多宣导对事业单位嘛 事业单位是 对那现在我们这两年其实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宣导 尤其在呃 劳宝年金制度通过之后 我们其实登箱的广告或者甚至于是呃 在媒体上面的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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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呃 广告或者甚至于有时候我们会在一些呃 一般民众尤其是呃中文部民众比较常会看的那些电视节目里面那么做一些 他现在为什么他他会看不出来呢 他在哪里可以看得到这个咨询 就是说他的他要交到多少的保费 没关系你对你回答是呃有关这个劳退薪资的部分哦 因为照规定他应该雇主每个月帮他提拨的部分要在他的薪资单里面可以显示 所以嗯 劳工一方面是每个月可以check另外一方面他也可以从他自己的但是他的薪资单里面的显示 就是说他只是显示他多少钱嘛被提拨了多少钱对不对 他如果不会算的话他搞他也不知道说他其实是用低报的薪资下去算的呃 因为他每个月领多少钱他至少要提拨百分之六所以这部分应该可以算出来 如果他有疑问的时候对但我的意思是说他如果不知道是百分之六的话 他就不知道说他提拨的是不是正确嘛 那如果说劳劳工不知道资方少报了一定是劳工对这方面的认识不足资讯不足他看了看不懂 对不对他只可能觉得说诶都有报酱就好了嘛是不是 所以你在那个薪资贷上面是不是要要求他们说应该是薪资的多少 所以数字出来是多少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他只是一个单纯的数字那他只知道说他每每个月都给我报啊 但是他不知道他报的数字是错的因为他不知道那个算法 那如果你还要他看到广告或上网才知道说看上网他也不知道去哪里看 对不对他才知道说那个正确的算法是不是可以要求事业单位就直接在他的薪资单上面很清楚 因为这个很简单嘛只是多一句话而已啊你懂我的意思吗 薪资单上面就直接说你的平均薪资的多 不是你的薪资的百分之六 然后是多少数字 那这样子他看到他的薪资薪水单每个人都会很仔细看的啊对不对 看他有没有少收到钱啊 雇主有没有少帮他缴钱啊 那这样子其实是不是就最清楚你就看得很清楚嘛 有没有到那个数字自己一算就知道了对不对 这样子雇主也比较不敢偷鸡摸狗对不对 他要敢偷鸡摸狗就是一定知道说你算不出来嘛 没有人不知道怎么算法啊 是个个文报就是说我们我们会加强宣导就雇主的部分在薪资单上 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注记这是一个 那另外第二个部分就是说以前我们其实放比较多的重点在勞保的宣导的部分 那我就劳退6%的提拨的这件事情 因为他如果说他知道说他没有提足他低报的话 有些劳工他不敢跟雇主讲 或说讲了以后可能也没用 他又会引来很多的麻烦 那如果像我刚刚建议这样的话 你雇主自己本身他就会怕嘛 因为他知道就说这一看就知道是错的啊 对不对 那他们对于这个劳工来讲他要投诉或什么也 证据也很清楚啊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不是可以在这方面 我觉得是一个还不错的方法啦 你们可以认真的考虑一下 看是不是能够推广 因为我知道你们有在推广 也有在查气 但是我们有时候看能不能够找到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嘛 对不对 效果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那另外还有一点 秦辉 另外还有一点我还是想要请教一下这个主委 是有关于这个外劳的 因为我们现在外劳他们现在申请的话 必须要到 就是说家中如果有重瘫病患的这个家人 要申请外劳看护的话 他们必须要到医院去 进行这个八试两表的鉴定嘛 那因为呢 之前我们有个案件 他是发生就是因为说说病患已经没有办法行动了 还遭医院拒绝 所以后来你们也有提供说到 访试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但是另外还有一个规定是说 每三年他必须要重新的评量 医院必须要重新的评量 那我想要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其实有一个改善的空间啦 因为有一些病人他是不可能好转 他不是因为一时的车祸啊或者是意外啊 他会复原的 有一些他是没有办法复原的 譬如说你怕心生症啊 你是植物人 你是见动人 有一些重就是重瘫的这些病患 他三年后也不可能好转 他只会恶化 他不可能会好转嘛 那像这样子的一种病患 其实为什么还不够 背不被打倒充满 他会得到一种病患 他的外团 他把这个叫做的 和这些病患者 在最后是有所对的 他有一种病患者 还要不能缴随着 实际的病患者 你一直说 那有一种病患者 这一种病患者 那应该是稍疫患者 这些病患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